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忠 十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六节 世人说 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 不趋向非裔之财 一百三十三节 世人又说 求你用你的话 是我脚不稳当 不许什么罪孽挟制我 神的旨意向寻求他的人从不隐瞒 他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愿我们天天思想神的话语 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行走在神话语的光中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长存无亏的良心 我们思想 长存无亏的良心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二四章的一到十六节 使徒行传二四章一到十六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 祝祝也好天 我走前提的明月和花而来 他比不熟师 你的脚要动 保护你的鼻 保护你的碧布达盾 我要向山巨峰 我要向山巨峰 我的碧布达盾 从河来 我帮助从耶和华 从他而来 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 一到十六节 过了五天 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 和一个辩士铁土罗下来 向巡抚控告保罗 保罗被提了来 铁土罗就告他说 菲利斯大人 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 并且这一国的弊病 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 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 唯恐多说 你嫌烦恤 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 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动谱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 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 我们把他捉住了 你自己就问他 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 事情诚然是这样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 他就说 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世多年 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宿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 不够有十二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店里 或是在会堂里 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 耸动众人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 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 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我正按着那道 侍奉我祖宗的神 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 一切所记载的 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 无论善恶都要复活 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 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史图行传二四章的一到十六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六节 史图行传二四章十六节 经文说道 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史图行传二四章十六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情绪 史图行传二四章十六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史图行传二四章十六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长存无愧的良心 一位睿智的圣者 带着一抹微笑说出他的观察 如果你知道 其实别人并不常在想你 你就会谦卑下来 因为那些人正忙着在想 你一定正在想着他们 没有人可以控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 但不论旁人的评论为何 我们的心却能长保平静安稳 无论外在世界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因为能够掌握自己的内在世界 而长想安宁 内在世界会发生什么事 全然取决于你内心的状态 一颗平静安稳的心 就是一颗清洁毁醉的心 这颗心早已经历神的赦免和捷径 而一颗纷乱争辩的心 是源于不让圣灵掌管生命所致 使徒保罗总是敬虔谨慎的生活 不论对神或对人 长存无愧的良心 身为神的儿女 应当长保洁净的心 谦卑地活在主前 若犯了罪 就当寻求赦免 如此 就会带出与人和好的心 也会产生轻看他人过犯的宽容 要努力与众人和睦相处 选择不冒犯他人 无愧的良心才是无价的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 善尽我的最高职责 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 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 与孙大中一起灵修 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今天我们思想 长存无亏的良心 这个题目 英国新教徒知名的牧者 巴克斯特牧师说 请想想人的意念中有多少的罪恶 这对你的灵魂是多么危险 耶稣说 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 凶杀 奸淫 苟合 偷盗 妄政 放毒 得胜使于避免在思想上犯罪 念头和行动堪称尽心 恶念跟恶行如出一彻 一念跟隐形来自同一个污泥坑 念头是通往行动的管道 我们所有的污秽 贪婪 骄傲 张狂 没有爱心 跟邪恶的思想 无一不在神的眼中 要保持敏锐的良心 提防那最轻微的罪 一滴水若在血量的利刃上 如果立刻把它抹去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倘若过几天甚至几星期 它仍留在那儿 一刃就要生锈了 敏锐的良心惧怕邪恶的念头 但刚硬的心则毫无感觉 当恶念萌发 尚未在你内心根深蒂固之前 要因为良心敏锐 斩草除根 不留后患 世人说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物罪恶 这是没得商量的事情 在一开始就抵挡恶念 会比较容易 让恶念留在心里 它就会在你心里生根发芽 所罗门说 长存敬畏的并未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良心是与我共知的那一位 是神派驻在我内心的警卫 安置在我心里的法庭 如果没有神 那么良心就是多余的 良心查验我们一切对神 跟对人的举动 没向责任跟罪 也都是良心审视的目标 你不能摆脱你的良心 就算世上的君王 也难免受良心谴责 良心忠实地告诉你 你做了什么 人心里会想很多事情 但良心只问一件事 你这样做对吗 在神的审判来到之前 深心用良心提醒你 英国清教徒牧师 安尼斯利说 良心在我们心智中 进行沉默无声的评判 他欣喜地赞同 我们所看为善的 他也沉痛地反对 我们所看为恶的 恶人试图泯灭良心 他们以属肉体的推论 来奉承他 以假冒的虔诚 贿赂他 以恶毒的挑衅 伤害他 执意犯罪 不惜把他踩在脚下 他们逃避良心 不肯听从他 尽管他们以迂回的手法 试图蒙蔽良心 但他依然敏锐 良心 是神用来对人的道德 发出的提醒跟呼唤 他搅动人心 使人看到罪 即使是几十年过去了 良心依然 让昔日的罪 历历在目 许多罪犯 最后向当局自首 因为良心过不去 良心自觉有罪 所发出的控告 比奸牢的囚禁 更加较难以忍受 良心有亏 内心富有罪疚感 这是人生的共同经验 无数人 他们被自己不安的良心 纠缠 其实无神论者 也不能脱离神的代理人 就是良心 良心监视你的脚步方向 谴责每一样自知 或者故意犯的过错 他是警醒不眠的眼睛 你的每一个念头 思想跟行动 都摆在他面前 被他责难 或被他称雪 所罗门说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见察人的心腹 良心是心灵的光 是神对你里边的人 发出的声音 你觉得良心不安 是因为良心正在执行他的任务 他告诉你 有些地方不对了 你没有按照本来该有的方式去生活 而良心一旦麻痹了 那可就没底线了 有的人良心想被热铁烙灌了 他能够若无其事的犯罪 因为他向神刚硬 保罗说良心既然丧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圣经说 不欲的人不知羞耻 良心是软弱的 可容易随波逐流 人的良心 可能被蒙蔽 也有很多人昧着良心 因此良心 因为会改变 就不能作为行为最终的标准 最终的标准不是人的良心 而是造人良心的神 当末日来临时 那咒诅或宽恕我们的 不是你我的良心 而是神的标准 你纵然自觉良心无亏 不觉得有错 还需要神用他的真道光照你 良心是我们最智慧的顾问和教师 也是我们最忠实 而且最有耐心的朋友 他一声跟着我们 你的良心是你的密友 没有什么比一颗无愧的良心 更叫人富裕满足 更叫人富裕满足更安全的了 陶书牧师说 相神尽忠 持守真理 保持无亏的良心 这切珍贵如明珠 要比俄非的金金 和矿场中的钻石更为可贵 而我们如何能拥有一颗无亏的良心呢 不要放过任何一项罪 每天都要悔改 实施严格的检验自己的心 并且多多操练私下的祷告 是每一次行动都关乎你的人生目的 谦卑地活在主前 若犯了罪就当寻求赦免 人一旦被神的道唤醒里头的良知 再怎么解释 再怎么合理化过犯 也不能让良心不断发出的声音静下来了 良心既然被洁净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这是人生很难得的经验 竭尽的良心 是人与神进入正确关系的结果 当主用自己的宝血 把我们带进新约的时候 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在我们信主重生 悔改受洗的时候 神的灵重新恢复 我们良心正常的功用 我们会因为不够完全而自责 但神看我们所做的动机 愿安说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神比我们的心大 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 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是 他更大过我们良心的谴责 神赦免了我们的罪 我们就不要再给自己逐一座无限的监牢 把自己关进罪咎里 你要相信你对基督的信心救了你 确信自己是活在神的眼光之下 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你以神为乐 信靠神 让神美善的思想充满你的心 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爱神而行 就能够良心无亏 而当你按着无亏的良心 无尾的信心行事的时候 你就没有精神上的负担 生活就会很愉快 肯培多玛说 凡能脱离一切玷污良心 或使良心不安的事的人 他必定是个快乐的人 你陷上公寓的气 又依靠烟滑 良心就不会控告你 心理学家指出 精神病患通常有一颗不安的良心 大卫说 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 耶和华也喜爱 他虽失脚 也不致全身扑倒 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显知弥迦说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却却做我的光 是的 一人虽七次跌倒 仍必兴起 因为神不永远怀怒 喜爱施恩 你无法控制别人对你的看法跟评价 但要让自己的心长保平静安稳 对神或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你需要的是平静跟完全的确信 保罗说 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静遮胸 又说 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你已经与神和好了 每一天都是恩典 不要怕人讲你的坏话 要勉励自己火中让人 根本不相信这些坏话的生活 你长存无愧的良心 用公义当作护心静遮胸 就不怕仇敌的攻击 彼得前书 三章十六节彼得说 存着无愧的良心 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污赖你们 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 西本圣经把这些经文翻译作 当存无愧的良心 是那些污赖你们 这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 在毁谤你们的世上蒙羞 保罗说 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 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 真言十一章第三节 所罗门说 政治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 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这样的政治人是蒙福的 巴克斯特牧师勉励我们 要长存无愧的良心 就必须与那些试探你引发恶念的事物 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他说 你能指望一个酒鬼在酒吧里有所节制 一个老饕在美食当前能控制食欲 或者一个好色之徒 在盛色场所能持守纯洁的思想 如果你想要安全 务必远离燃料及散布传染病的空气 如果你希望自己能在心思上顺服神 务必与你的感官立约 他说 基督徒啊 你要靠着圣灵 让你的良心恢复过来 敏锐的运作 神比我们更认识自己 他知道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我们只管在他的恩典中尽心竭力 照做明白的按真理而行 时常透过祷告来到神面前 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使自己更加完全 愿主说我们看重 无愧的良心他的价值 在主保写遮盖下 用亲业的心 正者的灵 侍奉我们这位圣洁公义的神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向高处行》 我尽见我高处而行 临行的位于高山 当我全心到高不低 求主令我想高处行 求主主化是我坚定 你心站在树边冷静 我心向我更高之地 求主令我想高处行 世上充满一律空腹 被我所愿长去之处 别人或愿世间久居 看我祈求更高之地 虽然我归岸坚工我 我愿离开舒适生活 平行的温和快乐成名 别想生苦说尝语 求主主我是我坚定 平行站在树边冷静 我心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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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之地 求主令我想高处行 求主令我 相高处行 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 《使徒寻传》二十四章第十六节 我因此自尽勉励 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 《使徒寻传》二十四章第十六节 保罗总是敬虔 省身的生活 不论对神或对人 长存无亏的良心 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当长保洁净的心 谦卑活在主前 若是犯了罪 就要求主赦免 也要主动地远离那些容易让我们犯罪的事情 并且要努力跟众人和睦相处 要追求和睦 要保守圣灵所赐和而为一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求祢保守我们的心 是我们始终存着无亏的良心 你已经赐下全副军装 帮助我们穿戴起来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境遮凶 远离诡诈跟一切的不义 赐给我们真实的信心 希望我们好好对待自己的良心 而不是一再犯罪 压抑良心 使良心昏暗迟钝 以致离开你的荣光 叫你的圣灵为我们担忧 主啊 罪是灵魂的麻风病 会导致我们对你的爱心 一点一点失去 你若肯 便能叫我们捷径 当年 你怎样是麻风病患者 在你全能的医治中被恢复过来 我们要恭敬把自己 交托在恩主手中 愿主带领赐福 让我们末后的日子 比先前更加能够荣耀你 更能讨你的喜悦 也能把更多的祝福 带给我们身边的朋友 让我们长存无愧的良心 与人相处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阿们 祢是我的灵灑 他师父归在青草地上 祢在西水旁 他师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并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彼岸为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虽然心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